拜拜 太早 太早了 太早了 好了 在試駕以後 看鍋裡面的配備跟內裝 其實真的會覺得 這次的KUKA真的進步的很多 像它用Sync 3然後電容式 而且現在可以接iPhone的手機 使用在影音的部分會覺得說比較活潑 打電話給活動小組 就是誰打給活動小組 我有點小心 喂 哈囉 我們是鎮魚組 他整個很好OK OKOK 其他地方我覺得隔音還不錯 對然後操控上面來講我覺得還不錯 Sync 3跟換檔撥片 所以我覺得改款 就我在我個人需求上是覺得比較想要的 換檔撥片欸送啊 自動停車的部分我覺得還蠻不錯 尤其是當我知道它還可以 就是不只停進去 然後它還可以開出來 我覺得這部分的話 跟前一代就有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結束了 它就加速了 很酷耶 反應很快 它直接加速了 開起來很舒適啦 ACC的這個功能就 讓整個駕駛起來就非常的 比較輕鬆 然後又開始駕速到一半 它會自己駕速一半 它會自己駕速一半 它會自己駕速耶 左右來車 對 其實有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會增加一個安心的感覺 對 這樣前方一個緊 太緊 有有有它有幫你設定 因为我以前开的车是没有ACC的 那今天其实我在高速过的大部分 全部都几乎都是用ACC的 自动尾门的话那真的是真的很方便 脚动一动就可以了 那真的手拿东西的话 真的脚动一动就可以了 一上车最明显的当然就是隔音的部分 那动力表现更不用讲 尤其中尾速 而且它的加速不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 而是很平顺然后绵绵不绝那种感觉 那真的语音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导航这个部分 那就不用说还在那边手设定 直接直接用语音输入 那还有说拨打电话也都透过语音 非常方便 用色感觉更大胆的轻化 那这个流线上或者是板筋上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日行灯还有尾灯的改变 那内装的部分后座的座椅感觉是大要劲 透过这次试驾让我觉得说它的第一它的安全配备的话 是觉得说非常让我觉得安心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边又常常会去市区摘一些货 所以如果它摘货什么的话也很方便 那空间也很大 那我们从高雄这样子开下来 然后到台东这边的话 就讲真的就是我们坐下来 我们不会觉得腰酸背痛 然后我导航到多良车站 我在和我们家都会对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能好好知 那边再到台东这边 然后我们在台东这边 我们在家都会有好多的地方 在这边 我们在家都会有好多的地方 在家都会有好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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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家都会有好多的地方 因為他很早開車啊 所以他今天有開 他覺得還蠻不錯的 還蠻順的 因為我很少開車 他技術不順好 但是拍得還不錯 右邊是油門對不對 你不要問我這個問題好不好 很恐怖耶 有聽到嗎? 聽到的話請回答一下喔 那是我們嗎? 以行車視野的話 我是覺得OK 因為行車順暢度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以小朋友來講的話 因為如果帶小朋友出門 需要帶很多東西 那SUV他說這樣 他要放一些像 嬰兒推車啊 這部分算還蠻好放的 然後他空間我覺得還蠻舒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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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